中南海激情全市藏大戏 美国对中共进行战略新部署 五点出击直击七寸 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国际新闻眼 我是美玲 中共面临内忧外患之际 内部也不消替 身为习近平大秘出身的总理李强 不但自己遭到不断爱化 就连以他为代表的浙江帮 也不断靠边站 而擅长媚上妖宠的蔡奇 则不断获得喜的欢心 甚至传出中南海有两个中央之说 4月2日 前中共司法部部长江西省政协主席唐一军 被中共官方通报 涉及严重违纪违法被调查而落马 诡异的是 第二天 中共江西省委常委会就紧急声称 要坚决拥护党中央决定 唐一军此前曾任职的司法部 现任部长贺荣也在3日当天紧急主持召开党组扩大会议 积极表态说对中共中央查办唐一军要坚决拥护 对此 士兵人杜正在台湾上报撰文指出 这种中共官员高调表态 拥护中央打贪的表现 已经两三年没出现了 当时是中共针对所谓的野心极度膨胀 前公安副部长孙力军和前任司法部长傅政华 相较于中共当局十分低调处理前国务委员和县届中央委员 秦刚与李尚服 官方为何以雷霆之势高调处理唐一军呢 杜正认为唐一军出事显示出了习家军内斗的可能性比较大 而且引来一众高官幸灾乐祸 围观习近平亲戚们的这场内斗大战 据港媒《东方日报》报道 唐一军早年曾担任原浙江省委副书记刘峰的秘书 距离美士兵人蔡慎坤在X平台发文表示 有人说唐一军后期升迁主要是赵乐刘峰 因刘峰曾经长期在青海工作 是赵乐际的老领导 如果唐一军升迁是靠赵乐际 那可就麻烦了 因为赵乐际提拔的官员 现在正在面临武警整肃 蔡慎坤表示 唐一军这时被查 说明中纪委书记李希抓到了他的什么把柄 毕竟他是浙江帮成员 他指出 中国二十大前当局的主要打击对象 是江泽民和胡锦涛的人马 二十大以后就是浙江帮与福建帮内斗 而在习近平治下 派系斗争只会是越来越激烈 这样说来唐一军的被处理 就是以中共总理李强为代表的浙江帮 在习近平那里食宠了 虽然李强在去年三月当上总理后 对习近平可谓是极尽逢迎 并且主动配合 把中共国务院定位为 听命于党中央的政治机关 但他的日子依然不好过 今年三月 两会后的总理记者会被强行取消 引发外界哗然 而有众多外企高管参加的 中国发展高层论坛 也取消了总理座谈会 这还不算 有外媒还给李强的仕途算命 今年三月二十七号 经济学人指出 在二零二七年换季时 李强也许会因为年满六十八岁而卸任 看来即使他甘愿当窝囊总理 似乎也只能是干一届 可谓是从总理沦为加奴 因此 同属浙江帮的唐一军 高调被查 就似乎是合情合理了 相较于这名 号称是中共党内第二号人物 在政治局排名第五的蔡奇 就风光得多 3月28号 南华早报报道表示 据三名知情的 中共官方消息人士披露 习近平已把中央网络安全 和信息化委员会的领导工作 交给蔡奇负责 虽然中共官方没有正式公布 但蔡奇在去年上半年 就接管改委员会了 蔡奇主管网信委 而下级网信办主任 庄荣文也是福建邦人马 虽然李强也担任中央金融委主任 但他的实权 其实被通为福建邦的副总理 何立峰给架空了 因为何立峰还接任中央金融办主任 和中央金融公委书记 2023年9月 李强亲女个人详细信息 和涉贪腐的政伤关系 突然在网上曝光 有分析认为 这很可能是习家军内部 因争宠而发动的护工 蔡奇本人有很大嫌疑 本来按当今中共中央党内排名 当中共总书记缺位时 代理继任顺序的第一顺位 应该是身为总理的李强 但从蔡奇炙手可热的现状 和他比较强势的性格来看 虽然他年纪不小了 可同样有夺权的野心 而且北京官场上流传着这么一个说法 集中南海现在有两个党中央 一个是习中央 另一个就是蔡中央 除了习近平的几个嫡系亲信外 中共各地政府报送中央批准的奏折当中 表面上是报给习近平批准 其实都得先报给中央办公厅 也就是蔡奇先做出批准 审阅之后再呈报给习近平批准 虽然蔡奇是按习近平的心思 并极力讨得习的欢心 但是杜正指出 中共党内习家军有个帮派 加上中共军方及彭丽媛的势力 还有国内准备秘密启示的政商签字 加上海外民运举行首次国事会议 誓言推翻中共 在这种复杂的情况之下 曾喊出刺刀剑红的蔡奇未必能成事 却很可能在习家军内斗 或国内起义军的交战中身败 据自由亚洲电台报导表示 美国太平洋陆军司令弗林 接受韩联社等媒体采访时证实 美军准备在亚太地区 部署标准6型SM-6防空导弹和战斧巡航导弹 这样一来 整个北京都在射程范围之内 据韩联社报道 战斧巡航导弹的系列射程 大约是1600公里 而西型标准6型导弹的最大射程 1400公里 美军部署陆基导弹系统 代号太风 就可以搭载这两类导弹 那值得注意的是 韩国首都首尔和中国首都北京 相距大约是953公里 如果美军在亚太地区 部署具有携带核弹能力的战斧巡航导弹 那么包括北京在内一带地区 都将在美军的射程打击范围之内 台湾中华战略前瞻协会研究员 接中向自由亚洲电台分析说 美军在亚太部署新型中程导弹 主要目的是拦截弹道导弹 这样对来自朝鲜和中共的威胁 能够做出防御 而且除了韩国日本 在相当程度上也能受到保护 接中指出 在2018年推出条约的美国 现在要把战斧导弹部署到韩国 这样在必要时就能打击朝鲜与中国大陆 美国计划把第一岛链周围的国家 都变成伙伴国或盟邦 这样就可成为发射导弹的基地 也能够防堵中共海空军 试图要突破第一岛链 或是攻击美国 在西太平洋军事基地的这一企图 接中也说 美军藉由这样的部署告诉中共 如果你要在西太平洋挑战美国的利益 甚至是挑战美军 在部队一开始离开港口或机场 还没经过第一岛链时 就会遭到第一岛链各岛 以及日本与韩国强大的防空 甚至反舰飞弹 甚至是攻击陆地飞弹的打击 美军希望这样能对中共形成一个合作 台湾国防安情研究院所长苏子云 也向自由亚洲电台指出 美国太平洋陆军在过去五年时间里 从纯粹守备任务提升为能够跨区支援的兵力 弗林知道驻守在日本的美国陆军 重新获得两极运输能力 意思就是太平洋陆军不只能守住自己辖区日本或韩国 必要时也能跨海进行支援 所以在火力与兵力投射上都是大为增加 目标当然是要嚇阻中共的威胁 据党媒人民日报消息 中央党届工作领导小组3号召开会议 学习习的党籍教育讲话 政治局常委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蔡奇 主持会议并且发表讲话 蔡奇在会上大力赞颂习指示 激进拍马吹捧 声色俱力强调党性的重要性 要求党官们做到两个确立 两个维护防止两张皮 网友说中共常常是切什么补什么 这说明现在党官两张皮太多 不守帮规的人太多了 不确立不维护的人太多了 不过大家得到确认的是 蔡奇已任党间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了 包括去年 以获人中央网络安全 和新计划委员会主任的职务 这些职权此前都是由习近平兼任 这说明习近平正在将他集权时 兼任的一些内部小组权力 更多的转交给他的亲信蔡奇 蔡的权力不断增长 直接压盖党内排名第二的李强 有媒体报道 去年12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共经济工作会议当中 整个国务院和经济部门都说要解决经济问题 要靠保民生保就业保基本面运行的李克强方案 不要搞什么新制生产力 什么高端突破 习近平非常的生气 李克强死了 还是阴魂不散 都来对他 于是李强更是失宠 被要求回家反省 像王毅一样写检查 但是习近平真的对蔡奇放心吗 为何唯独对蔡奇这么信任呢 有分析人士认为 这可能是因为蔡奇与习近平 一起在福建浙江共事长达二十几年 有很深的思疑 独立士兵人士江森泽认为 主要是蔡奇非常擅长察眼观色 讨习近平的欢心 让习对蔡奇产生了依赖心态 就像清朝末年 慈禧太后依赖李莲英一样 离开蔡奇习就不开心 当然蔡奇是人前人后 表现对习近平忠诚 也是很重要的 比如中国二十大召开前的6月27号 他在北京市委换届会上 称赞习近平有非凡的雄才大略 远见着实和领袖风范 还称赞习近平为防范新冠疫情 提供了定海神针 二十大期间 他在北京代表团发言说 习近平总书记是新时代党与国家 各民族人民的领路人 他也是我们中西爱戴的人民领袖 风格类似文革时代 不过高调表态 思疑这东西不一定是靠得住 习近平与王岐山当年 在宜安插队时 曾经盖过一床被子 王周席选择性反腐 为其清除一己势力立了头功 但王后来却被边缘化了 包括这次党建会议 蔡奇高调说 要求党官别做两张皮 也许下面做的党官当中 有人就在想 台上台下 谁是两张皮 等其清醒时 就可以看得出来 美中关系如何 仍是外界关注的焦点 士兵人王赫在大军撰文指出 美国在近期对中共部署了五点威慑战略 一 芯片是美中较量中最关键的一个领域 3月29日 拜登政府修订新规则 为的是让中共更难获取 美国的人工智慧芯片 与芯片制造工具 而这对中共来说 无疑是打中了七寸 也着实把中共打疼了 打荒了 第二 美国陆军计划在今年年底前 在亚太范围内 布置一款新型中程导弹系统 一名美国国防部高级官员表示 美国此举会缩小同中共在导弹能力上差距 并增强对中共的威慑力 第三 澳英美三国在2021年签署西安全协议AUKUS 就是英美帮澳大利亚建立核潜艇舰队 今年4月3日 美副国务卿坎贝尔 在华盛顿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的活动中 罕见指出 AUKUS潜艇能力在各种情况下都具有巨大影响 包括海峡两岸的情况 他还直言说 我认为与其他国家密切合作 不仅在外交上 还在国防领域 都会带来更广泛的加强和平与稳定的结果 坎贝尔公开把AUKUS和台海局势联系起来 就是在给中共释放出重大的战略信号 第四 4月3日 美国副国务卿坎贝尔披罗说 拜登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将在下周宣布一项历史性协议 升级美人安全关系 早在3月24日 英国金融时报就引述5名知情人士的话称 拜登与岸田文雄准备宣布从组驻日美军司令部 这是为应对来自中共的日益增长的威胁 尤其是面对台海冲突的这种潜在危机时 日本也以明确表示 台海有事就是日本有事 美日同盟有事 第五 4月11日 拜登将接见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与菲律宾总统小马克思到访 并举行第一次美日飞峰会 美国副国务卿坎贝尔说 你将看到三个国家都做出承诺 涉及在南海和其他地方 有更密切的协调与接触 美国官员指出 拜登到时也会针对中共在南海的活动 做出警告 王赫认为 以上5点显示出 美国已经把中共定为最大的 最危险的对手 针对中共的威慑战略 将持续推进 好的 以上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关注 我们明天见